大家好,來到星期五,又介紹幾場球給大家 今次會有介紹四場,我先講第一關,第一場的球 介紹星期五的第24場羅連安特主場對巴黎FC作客 這場球我會選擇的採持簡單一點,半場主客和 你會選擇一個和,這三範圈的賠率較低是正常的,但他還有1.95 我覺得都可以,可以接受,為什麼呢?其實數據都挺漂亮的 我先介紹一下兩隊球隊,其實我比較熟悉的,因為都有看過他們的球 對手的巴黎FC老實說很少看,但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羅連安特這隊球今季,他在法月踢得不錯 開季來說,其實那些球都差不多沒有輸過 其實他現在聯賽也沒有輸過,看聯賽的主場沒有輸過 三勝三和的,看六次主場 他本身來說,季初踢得很好 而且看他的入球各樣東西,整隊球都頗銳利 但到了10月份開始,其實已經有些銳利度減了 甚至乎,作客也有輸過兩次球 主場對這對手開始也贏不了球 不過對梅斯也打得好,在法月來說暫時的榜首 即是非戰之罪 作客也贏得比較弱女 但你能看到其實入球也不多 沒有季初的時候那麼好 我再看看他的對手 而對手來說,這隊巴黎FC 其實巴黎FC是一個特點 他這隊聯賽很少輸球 其實我記得輸過兩次 沒錯,就是兩次了 但他都是和球和贏球 中規中矩的,其實他都是穩打穩扎的 你看他整體來說 根本他的失球數字或入球數字都是偏少的 這隊球是這麼穩陣的 而他也作客,作客去羅連安特的主場 我覺得說真的,選入球勢賠率比較低 我覺得不如這樣吧 我們玩半場主一合和就最好 事實上他對賽都知道我們看不太多 但來講都是勢手交易 羅連安特也是一勝一和 這也是上季的戰績 但這樣說,其實我也發覺 原來最強的數據在這裏 因為整個法月來說 可以說,原來這兩隊球 正正他們的半場 是和得最多的這兩隊 就是羅連安特和巴黎FC 加上這麼強的數據 不用考慮了 我覺得既然選球也困難 不如我選你這個半場主客和 和了先